翁群仁調派在基隆市警察局局長 在市長謝國良不答下 新任警察局長翁群仁正式走馬上任 小街典禮由警察署長黃明昭擔任兼交人 包括議長同志偉 副議長楊秀毅 議會各位議員及檢調首長都出席官禮 新任警察局長翁群仁 中央警察大學51級行政警察學系畢業 大學大學經營管理學系措施 承認苗栗縣警察局長 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副局長 及保安隊地區總隊總隊長等重要職務 工作資歷完整 主持兼交的市長謝國良 除了肯定現任局長張素德 在推動行人友善 寧靜街坊專案有成 也期許新任局長能夠全力以赴 前任的張素德局長在任內 跟我們配合非常良好 針對行人友善 還有非法改裝機車 我們就全力的在推動 另外我也跟警察局想合作推動 特定行業管理的自治條例 會針對一天到晚打架 鬧事的營業場所 做另一個不同的管理方式 所以我們也肯托議會全力支持我們 讓我們警察同仁有良好的執法工具 可以維護其中的治安 所以期待未來跟我們翁局長的 好好的 通力的合作 警政署長黃明昭在支持時針對警戒出現了封擊案 強調要徹底整肅 之前也發生的幹部酒駕造勢 以及我們的基層幹部有販毒的情形 這個都是傷害到我們警察的一個形象 我希望團隊的一個紀律 以及內部的一個進化要特別重視 也拜託我們新任機長在座各位警察的主管幹部 要特別重視我們內部的一個紀律 那最後我再次的感謝市長以及我們貴賓的一個對警察局的一個支持 以及愛護 那也希望全體警察同仁 在新任翁局長的領導之下 全新田律投入到我們的警察治安工作 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要克進我們警察的任務 除了我們這種事治安 我們現在假日的交通 我想過去這段時間 謝市長也推動情人友善也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我們現在市民很多的需求是 改裝車 我想也希望警察局可以跟環保局來合作 當然大家的業務上面會有一些連結 希望大家做好溝通 改裝車的問題需要跟環保局共同來努力 那誰的業務呢 就要讓市長來財市 希望大家都是秉持著金融市政府或金融市議會 大家共同一個團隊 希望推動在相關的業務上面可以更完整 整場交接典禮簡單隆重 市長謝國良期許警察同仁 協助新任局長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